欢迎世界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由于经济危机持续 斯里兰卡的医生警告称 他们几乎没有用于救命的药物 紧急手术可能很快无法进行 并表示 该国经济危机造成的死亡人数 可能比新冠疫情更严重 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 斯里兰卡国内的抗疫活动仍然在继续 据英国卫报4月11号报道 斯里兰卡医学协会表示 该国所有医疗机构 都无法再获得进口医疗工具和重要药物 自上个月以来 由于缺乏麻醉剂 有几家医院已经暂停了常规手术 该协会表示 即使是紧急手术 可能也很快无法实现 斯里兰卡医学协会4月10号表示 我们不得不做出非常艰难的选择 我们必须决定谁接受治疗 谁不接受治疗 几天前 该协会写给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 警告当前情况 假使几天之内无法恢复供应 经济危机造成的伤亡 将远远超过新冠肺炎大流行 与此同时 斯里兰卡民众对于这场危机的愤怒与日俱增 引发了要求总统拉贾帕克萨下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数千人冒着大雨 连续两天在该国首都科伦坡的总统办公室外 举行示威活动 4月9号 商界领袖也加入了抗议 要求总统下台 并表示 斯里兰卡的燃料长期短缺 已经导致他们的业务损失大量钱款 据报道 拉贾帕克萨政府正在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 以帮助斯里兰卡摆脱危机 过去一个月以来 斯里兰卡食品价格飞涨 当地货币贬值三分之一 各位观众 这里是法国巴黎南部的凡尔赛门会展中心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这里举行了竞选集会 那么在2022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当中 马克龙是获得了28%的投票率 那么他是顺利进入了第二轮投票 第二轮投票当中 马克龙会对阵的是极右翼政党 国民阵线主席马里雷尔庞 两周之后 最终结果就会揭晓我们拭目以待 4月10号满8点 2022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揭晓 现任总统马克龙和极右翼政党 国民阵线主席马里雷勒庞 分别获得了28%和23.2%的投票率 进入第二轮竞选 重现了五年前法国总统大选时的状况 我认为那些人不太认识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的机会在美国 和所有的机会 马克龙马克龙是在任何时 所有人,除了所有的障礼,左、右、右、右… Macron是一位我最高的一位 我最高的兴趣和希望 我相信是很重要的 我看到其他人提供的选择 我也是入口中的 macronism 我也是一位我最高的选择 我相信是一位一位选择 所以我目前的选择一分明 我做了一位男性的选择 而在2016,赢华文 决定的聪明 我带了一道事件,我把很多政治派对中间的优秀 是这样的问题,我并没有回答 我送我的带,我无论的信息 它现在是五岁的时间,现在的一半 我便是一份的参考,当然 不一定是一费 一费是一费的一费是在两个月 今天,现在事件是 他总之的 是一费的国家 他在习近平台 和一项目的希望 是法国家和习近平台 和国家的一位 取得最大的票 这就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逛 这不是一个费 因为现在 正在正正正的 这个达计 一项超越高 有高级的 在2017年,所以我们必须只能够取出一种忧虚度 而说明明,我们必须得更加強烈 为能够努力,为能够努力 为能够努力,为能够努力 对Emmanuel Macron Emmanuel Macron是一位客人 一位客人是一位客人 但一位客人是一位客人 现在,Emmanuel Macron,你会看到 他在设计划中,在设计划 所以,在设计划中, 首先,它是深厉害的 在设计划中,所以,在设计划中 是一位客人的代表 所以,这个是一位客人的代表 是一位客人的代表 然后,在设计划中,不只是 但只能够展示出一位客人 而在设计划中,在设计划中 一位客人的代表 甚至是在设计划中, 在设计划中,也有 而且,当然,也有美国 但也有什么好处 而可能我们现在必须 要有一个大众筑中 而是这位是 Emanuel Macron 接下来,勒庞和马克龙 将参加4月24日的第二轮投票 最终产生新一任法国总统 马克龙五年前 以66%对34%的巨大优势 击败勒庞,成为法国历史上 最年轻的总统 与2017年相比 勒庞这回 与马克龙的民调差距 已经大幅缩小 有媒体分析,法国还有不少选民 没有决定投票对象 投票率高低也可能影响选举结果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2年4月10号 顿尼茨克军政管理局负责人10号称 克拉玛托尔斯克火车站 遭遇导弹袭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至57人 当地时间2022年4月10号 韩国首尔 韩国后任总统尹熙月在总统交接委员会办公室 召开记者会 公布新一届韩国政府首批内阁成员人选提名 当地时间2022年4月9号 印度孟买 孟买村庄面临极度缺水状况 村民聚集井口取水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